整條馬路汪洋一片 公共洪水不停流下來 連機車都被衝到路中央 看得民眾好傻眼 19號下午台中下起輕盆大雨 光是風源地區 雨量突破100毫米 花博園區前的馬路 瞬間變成小河流 刮颱風 下大雨 從來就沒有像昨天說這種情形 造成說軟鼻子的水溢出來 民眾抱怨連連 但為什麼會淹水 原來是管理泄水閘門的廠商 沒有即時開啟閘門 廠商第一時間 沒有按照我們SOP的規定 即時開啟水門 造成河岸的意願的情況 實際回到現場 發現軟鼻子溪泄紅閘門 與民宅距離不到100公尺 如此近的距離 也難怪大雨一來 水宣洩不及 造成14戶民宅遭殃首海 14戶民宅被淹得慘兮兮 民眾抱怨連連 師父趕緊向每戶 先發放6000元的慰問金 並且承諾會幫受害住戶 向廠商來索賠 把損害降到最低 接著沖黃人家景城 台中採訪報導